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英雄 我是陈建雄 那么今天大盘是小跌50点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最近这个行情 只要大盘是往下跌的 个股就容易往上面涨 那如果说大盘的指数是往上涨 大涨的话反而个股就不容易大涨 反而个股就容易往下跌 那所以目前这个行情 很明显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 在这种行情最主要是个股表现 所以基本上我今天会跟大家讲 我们操作的一个绩效 我们操作的个股 哪些股票我们曾经操作过 为什么我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我们超胜获胜率高达90% 我待会一档一档跟大家来做个介绍 以及接下来要布局什么样的个股 所以在今天起板之前 请大家先加入我的官方Lite 小老鼠WO888 你记起来 这个小老鼠在最前面 接下来就是WO WO就是我 我888就是我发发发 所以你记起来我官方Lite很简单 就是我发发发 小老鼠前面我发发发 加入完以后你传个图片上来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加入了 然后我们会把最新的讯息传给你 那我们每天都会在盘中盘前盘后 介绍一些不错的标的 或者一些最新的资讯 给大家来提供大家参考 那如果说你是看我这个YouTube 官方频道的话 请你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跟开点小铃铛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我觉得今天该公布答案了 我相信前两天我在节目上 一直跟大家讲一档个股 我说这档个股就是小标股 绿电第二的小标股 那我说绿电在今年它涨了450% 大涨4倍 大涨4倍 那从十几块钱 18块钱涨到104块 大涨了4倍左右 4.5倍 好很多人问说这档个股 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它是夸空夸上去的 加上它今年第一季的业绩也算不错 所以很多人去做放空 就觉得说这档个股只有赚2 3块 怎么会涨到3 40块钱这么多 或怎么会涨到50块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一路空 一路空 一路空 还是一路嘎 一路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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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果绿电就是因为这样 嘎空大涨了450% 那接下来基本上投资朋友你要注意到 因为接下来股东会的行情又快到了 那很多股东会之前前一个月 都要融券强制回补 所以我认为今年还会有嘎空的行情 只要是融券居高不下的个股 那么像这种个股 如果搭配它第一季业绩就不错 那这种个股它就有机会形成什么 嘎空大涨的标的 那这档个股我在6月2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这档小标股 我跟大家讲说它第一季 赚盈去年的7到8倍 那整个形态已经打出来了 已经做突破了 对不对 我说这档个股已经涨上去 但是我认为它还会再涨 它还会再涨 所以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它的融资也在减 它融券又再度的暴增上去了 那么谁把它买上去的 法人把它买上去的 所以这档个股我认为在6月份 还会再持续往上飙 我认为今天该公布答案了 因为已经很多人一直在问说 到底是什么股票 好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们看一下 好这档个股呢 这个这档个股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2482的连语 2482连语 对不对一模一样 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是这档个股 你看它的线形一模一样 就是连语 对不对 好那这档个股 我们公布答案 我们看一下今天 它今天是出现一个 直接开高以后拉涨定盘锁住了 小标股来了 所以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节目上介绍一些个股 尤其我盖牌的个股 你特别要注意 因为它的股价不是狂飙 就是大涨 你要事前来做布局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事前来做布局的话 你会发现到它的股价 你根本就买不到了 我跟大家讲过 它为什么叫小标股 因为第一个它股本小 第二个它业绩获利非常的好 第三个又很多人去放空 第四个法盈又大买 这种股票不标 什么股票会标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抠讯 你看一下 我们亚洲投顾内部的讯息 这基本上是没有对外公开的 但是因为今天 我们操作上有个段落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我今天跟我的会员朋友 说了些什么话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波操作 新唐 金鸿 宋沙 台新科 台阳 台瓣 美食 这些个股 都是我们这一波操作的股票 只有一档个股 就一档个股 那这档个股是小套的 目前在我们成本区附近 其他不是大赚就是小赚 获胜率高达90% 恭喜会员朋友 那这个地方说我还会再加油 看能不能拼不可能的任务 最近这个电影很红 不可能的任务 拼不可能的任务 达到100% 也就是说这一次呢 如果我们再有一档个股 它再度往上创新高 往上面大涨上去 那我们的超胜获胜率 就是达到1% 也就是我买的每一档个股 全部都赚钱 你要知道在这个行情里面 不要讲说全部都赚钱 那只要赚百分之50就不错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目前市场上大概有两种老师 第一种老师很会表演 但是操作绩效真的很糟糕 那第二种老师就是 他表演不好 表演的不够好 然后呢 但是他操作绩效的很好 我认为我是属于第二种老师 我表演的不是很好 我也不太像很多老师 他很会讲话 我表演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的操作绩效 我告诉你绝对是有目共睹的 绝对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目前这个行情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还有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是我今天 今天刚推出来的 今天是6月9号 今天刚推出来的 今年的业绩呢 比预估去年呢 比去年成长到四到五倍 比去年成长到四到五倍 那整个三角形整理呢 即将继维生 这档个股呢 只要往上做一个突破 他就会开始往上做个挑战上去 而且这一波上去呢 我预估至少三成到五成的空间 所以你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呢 6月份是最好的机会 6月份投信 反正都要持续强烈 积极的来做股票 那我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说2454的联发科 我为什么要讲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算是高价股 一般投资者可能买不起 但是我要告诉他 从这档个股你就会发现到 反正在4月份5月份 是买一大堆 买了一大堆以后 6月份开始发动 结果他有没有涨了100块钱上去了 对不对 涨了100多块钱上去了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一波就是法然在七级做涨 那你看这档个股 你看这个地方法然 是不是自己买到一个相对高档区 买在相对高档区以后 在震荡拉回过程中 他还在持续买 那么最近没有买 所以股价在那边做震荡 但是我预估今天应该 今天开始又买回来了 因为今天股价很明显 有出现一个转强的讯号 那么也是说 他高档区买的 现在这个月6月份 他正好做个拉抬动作 拉高上去他们就赚钱了 其下又变成油负转正 这一部分来讲 已经出现在很多股票上面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操作上哪些要注意到 我们在操作的个股 基本上 基本上我在节目上 基本上我都有讲过的 我操作什么股票 如果你看我节目 真的看了够仔细 你看了够久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股票 像这档个股 你看到 这是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今天我们又买一档股票 这是我在Lite 8发的 我们的资讯 今天我又买一档股票了 这档个股是法人拼爱的股票 而且周线是刚起涨 周线刚起涨 剑雄邀请您盘中 赶快来布局 不要再出过赚钱的机会了 这是我当天 在盘中的时候 我发现到一档个股 已经开始很明确的 出现转钱的讯号 我希望你第一个时间点来上车 跟我们会员同步上车 同步来赚钱 那么这是什么股票呢 你来看 在5月27号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这档个股 赶快进场来布局 我说这档个股 是不是在盘整的 将近快两个月了 这段时间一直盘整 盘整这两个月都不涨 都不动 但是它在5月底开始要动了 为什么 因为6月份它要做账 6月份法人要做账 那这个地方你看到法人 持续大买 这个地方买一大堆 买一大堆 尤其这一根 这一根突破 这一根中长龙 这一根突破 我说周线这个地方周线 刚刚突破而已 反而持续大买 这两个股 你买在这里是买在发动点 你不是买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 因为你买这里的话 你要等大概一两个月 都不会动 你可能也受不了 但是我们要买 买在什么地方 买在刚刚好到发动点 那个位置去 就买在这个位置去 买在这个地方周线 刚刚开始发动而已 我告诉你 赶快跟我做进场的动作 对不对 好 那这两个股什么股票 我跟大家讲 好 这两个股是不是1560的中砂 是不是中砂 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现行 对不对 法人持续大买 周线刚突破 周线刚刚开始突破而已 所以我当天在5月27号 当天呢 就跟投资朋友讲了 你看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又买一档股票了 是法人偏爱的股票 然后周线刚起涨 周线刚起涨 那盘中邀请你赶快来布局 不要错失赚钱的机会 那你看这一档个股 中砂 有没有 我在5月31号 再告诉你一次 再告诉你一次 它钻石碟 切入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 突破 刚刚突破极限而已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个买进的动作 买进完以后 三天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看 这两个股票叫做中砂 量价结构很正常 那时候已经从100呢 已经从130块钱涨到160块钱 这个已经拉上去了 那你来看 到今天你看 6月9号今天164块钱 你看钻石碟高技术进入门槛 门槛相当高 在这里做个买进 我们在这里买进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在节目上公开的邀请你 包括也是在盘中 很多人是可能在盘中 不是等到盘后 盘中是最快的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我的Lite 8你要加入 因为加入完以后 你可以收到最新最及时的资讯 盘中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个股呢 我希望说投资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也能够赚钱 你看我的Lite 8你也能够赚钱 但是因为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实在没办法告诉你嘛 对不对 不然我们的会员朋友 他的权益会损失 所以呢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如果你打另外到我们公司来 那我告诉你这档个股 我们专容告诉你这档好的标的 请你赶快来做个布局的动作 你加入完以后 你可以发现到 你买进买在这个位置去 你买进从这个地方 四天涨了30块钱 四天涨30块钱 拉回以后你还知道这档个股 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卖 对不对 那结果拉回以后 今天又往上涨到164块钱 所以像很明显的 像这档个股呢 为什么会涨 我跟大家讲过 因为台积电呢 目前来讲他的业绩 这个晶圆代工产能还是蛮窄嘛 他公布最新的时候股东会 他要讲说明年还要赚30% 还要成长再成长30% 大家都很担心升息 大家都很担心通膨 会不会造成所谓的一个 经济的向下行 对不对 但是你看台积电没有 台积电他不担心 他告诉你他业绩还是往上成长 那台积电往上成长 那为什么不涨台积电呢 因为台积电的 我说他筹码没有经过换手 所以会涨什么 会涨台积电的概念股 尤其台积电你看中砂 帮台积电做什么钻石碟 他要切入3奈米的技术 我在节目上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说3奈米基本上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入的 全世界目前能够做3奈米技术 只有台积电而已啊 三星都做不出来啊 两率都没有那么高啊 只有台电做出来 那能够帮他代工做钻石碟的这一部分的就是谁 就是中砍嘛 所以难怪中砍会不会大涨 当然会大涨嘛 那我事先在节目上公开的告诉大家 有阿 你看我节目这么久你都知道了 所以我才告诉你嘛 为什么我敢讲 这是我发过我会员的喔 我敢讲说我们做新唐 新唐你也在节目上每天听我讲 新唐啦 金鸿啦 中砂 台积科 台阳 台瓣美食 你看这些股票我都在节目上都公开讲过 你只要看我节目够久你都知道 这些股票任何一档个股你去买都赚钱 你都是赚钱的 即使你不是我会员朋友 你一样赚钱 那如果你是我的会员你赚更多 因为你成本是更低的 那只有一档个股 我们只有一档个股这个地方是小套的喔 这一档小套的个股 搞不好这两天就创新高上去了 就变成我们就没有套了 所以我就有机会达到什么 达到不可能的任务100%了喔 所以我在节目上才来告诉大家 老师有分两种啊 你自己看你要选择什么啊 你看你要选择哪一种啊 第一种就是很会表演 但是业绩操作的非常差 操作绩效非常的差 这种老师现在很有名 而且会员收得很好 但结果操作绩效不如预期啊 真的非常的糟糕啊 这个我都知道 但是我不方便在节目上讲 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类似像我这种的 表演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股票的绩效都很好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你自己选择 看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档个股 8069的元太 我在昨天也是跟大家讲 它是不是下跌 有些个股我不是在涨的时候告诉你 有时候在往下跌的时候 你更能去印证这个老师 他的功力怎么样 因为有些个股是往下跌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不敢讲 他都不知道这档个股到底会不会涨 所以也不敢讲这档个股了 但是你看元太这一天是往下跌的 有没有 还出现一个中场还要往下跌 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告诉大家 电子标记是大成长 元太是大成长的 那么毛利高达百分之48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你看它底底高 我在节目上 昨天还跟大家讲元太 我说底底高会怎么样 创新高 底底高会创新高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元太 元太今天列位9号 今天涨到212 我跟大家讲说这根长黑嘛 这根长黑隔天是不是最低点 隔天是不是最低点 然后连续涨3天嘛 从200块钱这个量涨到212 又涨了十几块上去的 是不是呢 是不是底底高 快要创新高了喔 我告诉你 要创新高一点 你都不要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元太这么会涨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你讲过 我说电子标签大成长 欧美这些大卖场 全部都在订这些电子标签的产品 元太所以元太大赚了 你知道吗 今年赚6块钱 我告诉你明年赚更多 所以很多法人 目前在估 那不是估今年 我说他现在涨的 不是涨今年赚的钱 他是涨明年赚的钱 那同样的另外两个 就是什么 就是金鸿嘛 我跟大家讲说金鸿 三一世界金鸿 我也在节目上 几乎每天都在讲 金鸿到目前为止 你看他也是在这天收黑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金鸿到目前为止 你看他毛利 他毛利比什么 比元太还要高 他毛利是53% 元太48% 他毛利是53% 比元太还要高 那赚的钱呢 赚的钱 今年DG赚3块2毛钱 他赚17块钱以上 他赚的比元太还要多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金鸿 他绝对是被低估的 他绝对是被低估的 我告诉你 他未来的股价 我认为有机会 来挑战元太这个价位 甚至比元太还要高 现在只是很多人会想说 驱动IC 驱动IC 大家以为他的驱动IC 是做什么的 做面板驱动IC吗 他不是做面板驱动IC 他不是联勇 联勇 联勇为什么没法大涨 因为你做面板驱动IC 面板是在叠价 所以你做面板驱动IC 基本上他本来就是 获利不是很好 对不对 但是金鸿不是 金鸿是帮元太做什么 做电子标签的驱动IC 他不一样 这个你要去研究 你没有研究的你不晓得 你不要以为驱动IC 都是同一个族群 同样在做驱动IC 你要知道每一家公司 他做的驱动IC 还是不一样的产业 好 那你看 我认为这场个舞 一样底底高 后面会创新高 我认为后面的法人 可能会开始怎么样 后面法人可能会开始 认错回补 如果法人认错回补的话 那这场个舞 未来会长更凶 这是我认为后面 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最近我们操作 1795的美食 你看到美食一突破 就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点 那这两个我去整理的将近 都在四五个 两三个月了 两三个月 那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法人在买 三月份是买一大堆 对不对 四月份 五月份又买一大堆 那最近又买一大堆 那你会问说 为什么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一直买 反正他业绩就是好 就对了 他业绩如果不好 他的所谓的血癌的这个药症 他没有经过欧美的上市的话 他业绩不好 法人也不敢买这么多 所以他基本上他业绩是好的 没有问题 那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为什么 法人四月份五月份买 他不太会涨 那六月份开始买 开始飙了呢 开始创新高了呢 为什么六月份开始飙 为什么六月份都是发生在六月份 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六月份 为什么股票涨都涨到六月份 这个最关键的六月份 我一直跟大家讲六月份 六月份就是法人 最后一个月要做账的最后一个月 最积极的一个月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积极的进场来赚钱 如果你不积极 我告诉你很明显的 你后面就赚不到钱了 因为你只有前面这一段 最好最好的时机 你成本才会压到最低 所以你看到我在节目上 跟大家讲的各股 哪一档各股没有涨 我是不是事前跟大家讲的 我都事前讲的 后面你看到这些股票 是不是一档各股往上面涨 我知道这波很多人看保守 很多人看空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 因为什么六月份 美国股市要升息了 七月份又要升息了 美国股市缩表 通货膨胀 朋友 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过往消息了 为什么 你知道的法人也知道 难道法人他们不知道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法人他敢在这边拉 对不对 他就是有把握 就是六月份就是要做账 你不敢买 他就买给你看 他就一直买一直买 因为你们不敢买 因为很多人观望不敢买 所以他才敢大买 为什么 因为筹码才会干净 因为投资人都不敢进去 散户都不敢跟 不敢跟更好 投信更高兴 不敢跟就一直拉 为什么 拉高上去以后 自然就有利多消息了 股票不都这样子吗 拉了2 30%上去以后 利多消息就会出来了 为什么他会涨2 30%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什么 然后你吃到你又去买 你又买在高点了 这个循环不是一直来一直来吗 股票不是这样一直循环吗 股票市场不是这样循环 循环吗 为什么投资人都买在高点 因为低点你都不进场 因为低点你不敢进场 那我跟大家讲的股票你看 每一档个股像我今天发给抠讯的 发抠讯给会员的朋友 这些抠讯你看到 每一档个股都在往上涨 每一档个股都在往上涨 每一档个股都在赚钱 只有大赚跟小赚的分别而已 只有大赚跟小赚的 所以我还跟大家讲 你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你自己去做决定 你自己去做决定 好那这档个股还是要跟大家讲 赶快布局 我跟大家讲说我盖牌的股票 基本上到目前是90% 都是往上创新高的 90%都是涨上去的 好那这档个股如果再上去的话 那就是100%了 就是我这一波的操作 每一档个股都赚钱了 你就市场上去打听一下 有哪个老师能够做到这样子 欢迎你去比较 欢迎你去打听 所以这档个股我告诉大家 今年的业绩比去年成长4到5倍 三角形整理即将结束 即将突破大涨 一旦突破后面就是会创新高 所以如果一旦突破的话 同志朋友 你更要赶快来做布局 千万不要错过 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那个什么中砂 刚刚周线刚突破的时候 130块140块钱 你不进场后面拉到160块 170块钱 差这么多你看 我中砂我记得当天 我盖牌是盖牌没有错 但是我把收盘价我没有盖 我故意不把收盘价 给大家投资朋友看 我故意把收盘价给投资朋友看 如果我要盖牌的话 我连收盘价都盖了 但是我为什么不盖 我就是故意要让投资朋友知道 我在盖哪一支股票 让你去印证看看 看我今天讲到我对不对 那重点就是说 我讲的股票你后面都会印证到 那重点是你赚到钱的没有 印证一档不够 印证两档 印证三档 印证四档 印证五档够不够 我告诉你 印证到后面 股票行情都飞出去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刚印证都已经印证到了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 这一次588我发发的专案 这个专案服务到年底 我们要拼法人的最爱 拼绩效大赚钱 这一次我要拼的不是拼绩效大赚钱 我要拼的是100%的获胜率 所以投资朋友 赶快跟上脚步 不要再错过这个行情 请直播电话 0800370888 或者加入我们的官方Lite 然后把你的庆免跟电话留下来 然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会有专人帮你服务 今天为各位讲解到这个地方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